这次比赛呢 可以说是海南省东方式也是投入了很大 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包括场地的搭建啊什么的 也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专业 也是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那么海南呢 现在的射箭运动呢 也是开展得非常好 那他们也是从2015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海南省的这个射箭协会 混合团体淘汰赛金牌决赛 首先请财队员和双方决定一场 好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混合团体赛淘汰赛的金牌决主战 好上场的裁判员马林 双方运动员上场分别是上海队和北京队 这是一场金户大战 那北京队呢都是我们这个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解说顾问啊 北京射箭队的总教练 陈全黎老师的弟子 那么大家看到的画面当中的上海队的齐玉红 和北京队的行语 那么他们俩二位呢是参加过2016年 女奥运会的两名运动员 今天又站在同一个赛场上 那么北京队的另外一个女选手叫李嘉曼 是参加过2014年清澳会 同时获得了两枚金牌 那么这一场比赛呢 个人也是台名第一 那么北京队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 获得了第八届全英会的金牌 那么上海队呢是这两名运动员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多次获得全国冠军 那么曾经在2015年和2005年和2013年 上海队是获得了两届全英会的金牌 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队伍 那么今天的金虎大战呢 最后花落谁家 我们也只能是看运动员的现场表现 是的 从这个排名成绩来讲的话 看来看是相差不多 三四 对 基本上是旗鼓相当了 那么今天谁发挥的好 谁心态好 谁能稳得住 谁就是冠军 对 上海队的两名选手 分别是徐志伟和齐玉红 北京队呢则派出的是 刑宇和李家曼 嗯 西法 石法 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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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环 九环 部 рос Cross 然后就然后去到备划 六环 好的 靠两支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第一支箭还是 IniWi 因为受风的影响 运动员判断 还是有点不够准确 对 claro 所以这个千万不能说 因为一直见射偏了 就会有什么影响 赶紧调整 对 迅速的调整心态 迅速的调整状态 也是运动员整个的综合能力的体现 对 9条 这金库大战一上来是旗鼓相当 1比1 36环 你看从排名赛的成绩来讲的话 他们仅仅差了4环 就不像刚才的江苏和山西 江苏跟山西 你看差了80多环 对 所以越是像金库大战这样的比赛 我们越有的一看 对 比赛的积累程度肯定是很高的 对 对 时间有点长 节奏有点慢 另外现在赛场上 我们看到出现了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是中学的学生 可能现场一下子变化的一场闹 我们现在在转播室里面 也能听得很清楚 声音非常嘈杂 是不是对运动员的心里面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 那就要看运动员自我把控 自己的专注度有多高 对 好 十环 好的 对 徐志伟 发挥还非常稳定 不要受周边的环境的影响 对 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有的时候也不需要迟疑 有的时候这一迟疑 反倒可能有一些变化了 对 因为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专业 从运动员走到教练员 我们知道在比赛场上 对动作的把控的感觉是什么 有的时候人的意志 真的是对身体的这种控制 是要稍微要欠一些的 对 特别是在紧张激烈的情况下 对 人的应激反应 今天心语的发挥局不是很好 嗯 他运动员也有个状态 嗯 988 嗯 嗯 运动员从拉弓到射出这个键 中间的时间的时长是20秒钟的规定 那么如果超过20秒钟 就判定拖把 对 零分 那么你这一键就零分了 所以不能够延迟比赛 对 差不多就是找准时机 赶快把键射出去 混合团体是80秒 两个人80秒 四支剑 嗯 嗯 多了一个10 这样的话是 领先 3米1了 37.35 我们今天的 北京队的行语 发挥 还是稍微欠了一点 嗯 在艺术剑当中打出两个八来 嗯 看守护 看守护 能不能 这一键 出现有一点争议的 还要用放大镜去看 对 看一看是不是压编了 看守护 一职 还要用放大镜去看 看一看是压编了 看守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未必是件坏事 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历练 对对对 我们要求的是运动员是在任何的条件下都会有一定的抗跟扰能力 你这样的话才能应付今后将来更大型的这种比赛 现在可能观众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转播话筒里面已经能听到了 这个现场声音很嘈杂了 这就是环 嗯 今天的李佳曼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陈老师 着急了 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不好 是 差一点 就是不要心急 不要受现场的干扰 一定要挺住 稳住自己的节奏 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现场的风可能还会是有一些影响 这样比赛会来到3比3了 有的一拼了 几乎大剑还是有的看点 非常激烈 是的 你一剑 我一剑咬得非常紧 对 上海队这一组剑发挥的还是确实有点失常 我觉得是有失之准的 对 应对的这四肢剑基本上还可以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语语 如果要是能够把瞄准点修得再好一点的话 可以更影响一些 对 所以有时我们作为教练来说的这个期望 有的时候确实是 总是希望运动员更好 更好一些 尤其您坐在这儿 用屏幕来观看弟子的比赛 更加的清楚 对 他的就是每一点的问题 您都看得很清楚 对 在现场你看陈老师拿着手机 一直在拍自己的弟子的照片 是不是回家跟他们说一说 你看这个动作有什么问题 对 恨不得自己上去剃着笔 又来的 我想这一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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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遗憾 对 这个八环确实是很要命 您的队员是不是回去挨您的批评了 李佳麦也是受到了影响 确实像陈老师所说啊 就是这个冠军赛它是一年的开篇 对 它是等于说春季的这么一个一年的开篇 也是对整个的冬训过程的一个检验 确实也是 所以运动员呢练了一冬天了 也希望在这个冠军赛当中呢 会有一个出色的一个表现 对自己一个冬训的一个肯定 对 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 训练就是这样 和比赛呢它有的时候不会说是 往往是完全相不相成的 它会在一些关键的一个点上 一些处理上就会有一些问题 是 像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北京队的行李呢发挥呢 我就觉得还是稍微欠一次 可能是作为一个老运动员 太长时间没有站在这个决赛场上 因为它是 呃 现在是教练员的身份 啊 就又回归到这个比赛场了 太久没有经历这些东西 可能难免会在心里边 会有一些不适应 或者是比较低要紧一些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 通过这次比赛以后呢 它能够在今后将来的这个比赛场上呢 把这个状态的行时扭转过来 对 嗯 同时我们也祝贺上海队 在这些比赛中发挥的 还是比较出色 拿到了这年精彩 嗯 好的 我们也祝贺上海队 好 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 最后一天比赛的上午的比赛 就已经全部为您直播完毕 今天下午呢 两点钟 我们将继续为您直播 2021年全国射箭冠军赛的 四项比赛的总决赛 今天上午的比赛结束 也非常感谢您在周末的宝贵的时间里面 来陪伴着我们 来收看 这一场直播 也希望您下午 两点钟准时 能够来支持我们的直播 支持我们的本次赛事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 我们下午见 再见 再见